各位好友大家晚安 欢迎收看亚洲我最标 那么在盘式的架构里面 我相信很多好朋友看到今天盘式 开高走低下来 跌了155点 马老师你又讲对了 这个盘式真的不能随便乱抢这种跌生的航运股 今天货柜三雄几乎都跌停 这个到其次 今天我们在周末时间 一开始大家看到我的标题 知道说今天又要上课了 昨天跟大家讲 费波南西144周的一个时间转折 在上上礼拜的时间 就是在7月16号 周性的架构出现 144周的时间转折 那么现在这个关键重点呢 这个时间点 它不是从低点起算 它是从这个107年10月份 美中贸易战开打的时候起算 这个月份 7月份今天结束了 这个月份7月份是 107年10月份 美中贸易战开打第34个月 上课咯 待会我们看一看 有些几个重点数字啊 很精彩 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那么最重要的 不是只是看而已 好朋友有没有看到说我们在整个晚上直播的焦点 跟大家分享很多精彩的重点 当然了像陈姐一开始 提到说现在我们的桌球 这个属于桌球男子单打呢 这个地方很在努力中 我看到下午啊 这个晚上很多好朋友都在看这个属于奥运比赛 周末时间礼拜六礼拜天 也大家一起多替中华队来加油一下 那今天我们在讲这个主题的时候 说实在的 我也很想看 看这个奥运比赛 不过我会直播完以后 假日利用时间再看一下 那重点来 我们今天也跟大家分享 其实每一天的盘式主轴跟焦点 你有没有掌握到很多关键的重点 不要说每天产业换来换去 或者是股价有涨有跌 而是说一个对的产业 你有没有能够掌握到低进高出 而不是追高杀低 那么在LINE8的部分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钢铁类股 两个利多 可是我在连线直播的时候 我还是建议投资朋友 用低接不要追价 这个关键重点 不管是在今天早上的一个Telegram 我还特别讲航运有一些利多 两大利多 结果呢 很多人 尤其是从高点一路买下来的人 哇 看到昨天涨停板 今天赶快哦 带着新朋友去买 买了以后呢 怎么办 一天十几% 当然礼拜一还是会有反弹的机会 可是反弹之后呢 会不会把近期的低点再跌破 我之前跟各位讲过 可能你没有仔细的听 我说我在股票市场上 看过一波行情修正的时候 你真的很难想象 民国79年的时候 2000年的时候 我看过个股 三次 五次融资断头 你不要认为这些都是投机股哦 有些是真的好股票 跌到什么程度 跌到三倍本益比 好股票代表性的股票哦 类似像谁 台达电 我们之前也看过很多这种好的标的呀 当股票市场修正不理性的时候 超乎你的想象 绝对不要说 认为不可能不可能 股票市场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涨上去涨翻天 跌下来跌破底 正常 这才是股票市场 超涨超跌的特色 那么有机会 我们在这个分享的部分呢 会多跟大家分享 那每天我们在部落格 我的时空计量学呢 跟大家分享很多精彩的重点 都欢迎好朋友一起来掌握 当然晚上九点 八点到九点的YouTube频道 不但要订阅哦 还要按一下小铃铛 按个赞 分享一下 也谢谢好朋友们的支持 那么这个重点来 我们一开始啊 先从大家最关心最关心的 今天亚洲股市为什么跌 明明昨天美国股市 道琼又在创历史新高了 有没有 在礼拜三 我就跟各位讲 如果美国没有减少购债 没有减少印钞票出来了 原物料会涨 结果礼拜四 礼拜五 是不是涨原物料 可惜中场过后呢 航运股 钢铁股 又摔下来了 这个时间点啊 每个月 美国联准会继续买一千两百亿的债券 就是释出三点三六兆的现金 很大一笔资金啊 造成在今天早上 凌晨的时候一点多 道琼指数三万五千一百七十一点 历史高点 联准会撒钱 继续创下历史新高 可是这种好情形 好的情形呢 台股也是 拉上来 继续往上冲的时候呢 为什么跌下来 来慢慢进入关键重点了 我们是从昨天的 掌势 跟大家一步一步的说明 看看我们的讲法 最主要是盘后亚马逊大跌七% 早上有没有跟各位讲 早上在我的部落格 在我的这个Telegram 都有图跟大家说明 有没有 包含了Telegram 也有跟大家分享这些 亚马逊盘后大跌七% 那这个时间点 从亚马逊开始 亚马逊上个礼拜 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他的执行长贝佐斯 有没有 大老板啊 大老板上太空十分钟 飞越卡门线 什么是卡门线 我待会会做说明 有兴趣 你可以看看自由时报的一个说明 好 这个是影片 讲的蛮清楚的 那贝佐斯啊 很爽 上了太空十分钟 无重力飞到卡门线以后 安全着陆 好棒 可是他最后最后 做错了一件事情 来我们先看一下 上个礼拜 7月20号的时候 贝佐斯啊 乘坐这个 那个Blue Orange的 Orange的部分呢 确实 离开地表 飞向太空 这个现象呢 这次的太空飞行 首次只有乘客 没有驾驶 老师 这个都是操控 设定好的城市 没有驾驶耶 会不会有点恐怖 不会啦 现在其实我们 美国 中国 甚至全球啊 很多个国家 其实在飞往太空的少数 不要说很多 少数的强旋国家 飞太空的次数 很多次 这种只有乘客 没有驾驶的体验 开启太空旅行的大门 刚开始 或许大家不知道 有没有 那这个盘式结构里面 来 所谓的卡门线是什么 成员在100公里处的卡门线 就是国际承认 地球跟太空的分界线 脱离地表啦 脱离地表的引力之后 100公里外 会形成无重力的漂浮 他飞上了这个卡门线 待了10分钟 有没有 待了10分钟 国家的走势啊 就好像跟着 这个他的火箭一样 也跟着降落下来了 为什么 这个时候 贝佐斯讲 其实啊 我们需要正在修建一条 通往太空的道路 不是只是太空旅行 这个讲法都OK 可是关键一件事情 得意忘形了 贝佐斯 有没有 事后成功上了太空说之后 在记者会啊 戴上著名女飞行员的一个 艾尔·哈特的一个 护目镜之后呢 他后面说一个句话 贝佐斯 感谢亚马逊的员工 还有消费者付账 这个不是公司出钱 你怎么会感谢亚马逊的员工 跟消费者付账呢 其实你可以感谢的话 或者是说讲这种 我们正在开启通往太空的道路 讲这个比较正面一些 可是呢 他讲说 好像我赚的钱 就是你们出的 听了是真的不太舒服 所以今天早上 这个亚马逊公司啊 他们第二季的财报不如预期 股价马上大跌7% 现在托雷纳斯达克的盘后 跌1%多 真的 就是因为亚马逊所造成的影响 亚马逊呢 不是只是财报数字而已 上个礼拜 也是得意忘形啊 贝佐斯感谢亚马逊的员工 还有消费者来付账 这个说法 其实不要这么讲 应该就不会这么严重 那关键重点来了 我们说啊 今天讲一个很简单的数字 34周 这个34周 很特别的观点 就是说 他这一次是从美中贸易战开始 这个月份 7月份 今天晚上还有 纳斯达克一天交易哦 美国股市还有今天晚上 30号的交易 到昨天为止 你看可以确定的是 纳斯达克是美中贸易战 107年10月份以来的 第34个月的时间转折 这个时间上来讲 道琼也是这个月见高点 费城半导体 也是这个月见高点 再来 加权指数 更不用讲 7月15号 18,034点 那个关键重点 电子类股呢 有点奇怪哦 老师 电子类股最高点 442.4 没有突破 好 那不是442.4 这个月的高点呢 没有突破之前 好 7654 4月份的高点 864.35 这个442.4 是这个地方的时间点 那相对的 为什么4月份就建高 没有突破高点 台积电 我跟各位讲过 台积电在今年1月份 建高点之后 没有建高点 没有建高点 为什么2月份以后 台积电是越盘越低 这个时间点 我把图再稍微更换一下 你就可以更明显的了解一个数字 好 我稍微调整一下 来 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关键的时间点 我把它的字移下来一些 来 你再看一次 我把这行字 好 这行字往下移一些 台积电在2月份 是因为谁 Intel 它要进入 回到 晶圆代工 IDM2.0 造成台积电2月份 就没有建高了 越盘越低 有一个很重要的数字 是什么数字 今天台积电的收盘 不算是大跌 对不对 可是你仔细看 今天台积电的收盘 如果今天月线图来看 这是7月份的月线图 月线图的台积电 收盘是创今年新低 这是1月份 2月份 3月份 4月份 5月份 6月份 7月份 这个数字我就不标明了 你仔细看 台积电今天的收盘价 是创今年新低 慢慢的去对照 体会一下 这个时间转折 一个一个来 金融 这个月建高点 运输类股 更不用讲 这个月的长黑 我跟各位讲过很多次 这种运输类股量这么大 不是一般散户 也不是投股老师 有能力把它打下来 法人 三大法人 这个月大卖货柜航运 今天呢 万海外资一口气卖了 一万七千张 买一天 卖一天 买一天 卖一天 外资啊 对万海都在做隔日冲 是不是 那这个关键点 你看钢铁股 钢铁股也是一根大长黑 涨跌涨跌 这四个月上下震荡 你如果不是用高出低进 你赚得到价差吗 我们在昨天 有没有跟各位讲的 周线结构 周线连两黑 是不是周线连两黑 到今天周线跌了325点 最重要的周KD开始确认向下 有没有 周KD开始确认向下 那电子类股 两根黑K还到其次 是不是也跟着大盘一样 往下走 台积电 根本不用讲 台积电的K值 你仔细看哦 台积电的K值跌破50 小心会进入空方式 好 这个我们都跟各位讲过 我们在盘中啊 也告诉会员朋友 就周KD的两黑K 那个周线的K线两黑K KD指标 那个已经往下交叉 指数股避开 下礼拜会涨中小型个股 下礼拜会涨中小型个股 那么在盘氏的架构里面 最主要的 我举个例子啊 很多事情我们都讲过了 7月16号 这个中国人啊 他们的一个猪价 国内腰斩 大陆的养猪双雄 真的第二季还大赔 国内大陆的国内价格腰斩 海外采买采买的量将会暴跌 还记不记得7月16号 我讲这个的时候 稳貌 花了61亿去养猪 是股本的1.45个股本去养猪 我说你把这个钱拿下来 把全新或者是红杰科 如果说觉得他们的技术不够好 没有办法弥补稳貌的话 可不可以买国外的股权 买一些有技术的公司 去做一个并购的动作 如果买下去的话 稳貌在全球的地位跟能见度一定更高 这个时候 不是说养猪不赚钱 去年年底猪价最贵的时候 去投资养猪 12月3月份 这一段时间去养猪 现在猪的量出来了 价格大跌 告诉你第二季不好 我当时讲的价格多少 390块 今天盘中9点57分 第二季的稳貌 获利不如预期 日商调降稳贸的目标价到280 老师 今天稳贸 不是财报不好 外资调降怎么开梯拉起来 你知道这个故事吗 这个故事会带到一个反人的喊盘 我今天会跟大家分享这个秘密 周末时间 除了费波南西系数是 美中贸易战的第34周以外 我今天会跟各位分享的第二个主轴 这些法人的喊盘 有些时候啊 你要听听就好 真的 应该不是有些时候了 大部分的时间 你听听就好 你自己一定要做功课 那么日商调降稳贸目标价到280 老师他今天开低以后 有没有开盘335还拉起来 收盘只有小跌 你知道这段时间 7月16号我讲的时候是390 到现在是什么变化吗 今天你看到外资喊他的目标价280 今天呢 开低335 开盘开最低 开最低哦 收盘346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 这半个月来 从402 跌到331.5 跌了多少 70块半 他的这个走法 说实在的 跌的也很重 我在7月16号 390 我不要在这里 有没有 390 我不要在这里 我说390块7月16号的时候 我讲390块 稳帽在养猪 猪价大跌 会好吗 现在跟你讲一个数字 获利不如预期 一点都不意外 是不是 那今天开低拉起来 不是利空出境 是前面已经跌了啦 已经跌了70块半 反弹一下 结果这两三天 大盘反弹了535点 他今天呢 说实在的 还比昨天下跌 不要去随便乱抢 好 我先跟各位讲 你如果想要抢 跌升反弹的稳帽 331.5 礼拜三的低点 设停损 好 331.5 礼拜三的低点 设停损 类似这种 法人喊盘的数字 你看到今天 扬名利多 有没有 扬名利多 9月份 综合附加的一个费用 还要再涨 两个月涨 涨5次 扬名8月份 要增开 欧美的加班船 有没有 这个现象 在早上 我的Telegram ID是 Acio168 亚洲一路发 7点57分 我说这些啊 扬名利多 扬名利多 这些原物料跟电子 它就是一个 涨价的通膨现象 但是 资金就一套 要两天 急涨500点之后呢 可预见 今天利多 冲高之后 震荡加大 要高出低进 开盘前 有没有告诉大家 啊 老师 我开盘前 太忙了 没有看到 我有加你的 LINE 加你的 那个好友 或者是Telegram 开盘前 没有看到 来 一开盘 不要说你啦 我给会员朋友的说法 我说 大盘开高上来 想反弹到 十日均线压力 结果有没有来 还差一些些 为什么没有来 我说 开盘上来 没有到的原因 是因为 雅股下跌 电子资金比重 又降到 只有44% 不够 不足以上推 那利多的原物料 航运股 拉高就有压力 早上一开盘 拉高就有压力 9点11分 拉高不追 还会下探 昨天有没有跟各位讲 我也知道他会反弹 可是不能说 反弹就赶快 做个一天就跑 你喜欢做隔日冲的 你动作要快一点 而且 有些时候 这个赚那个赚 然后一档赔 又好像又没有赚 很辛苦啦 说实在的 我宁愿我自己 掌握到我们的大方向 做对的大方向 咬住一波 获利会更好 那这个关键重点 你看 9点11分在这里 9点11分 你去对照一下 是不是在这里 长荣冲到150.5 后面还有高点 不要追哦 杀到快跌停 阳明一开盘到9点20分 135块 两盘 不要追135 收盘117 18块 18块的价差 你如果听我的劝 相对 几档上来 是卖方呢 我们在盘中 新闻台的连线里面 我还讲一个数字 从高档下来 货柜 山雄 长荣 阳明 是跌了多少 5成 高档下来跌5成 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从礼拜三的低点涨上来到今天早上9点半前的高点 反弹 反弹了多少 长荣 万海 反弹了将近三成 礼拜三抢到的人 你说他卖不卖 卖 阳明一开盘9点11分 我说不要追 结果呢 杀到跌停板 是不是 杀到跌停板 那目前的盘是走法里面 万海也是一样 拉到9点20分 收盘跌停板 外资大卖一万七千张 我不是今天早上开盘前才讲 昨天的直播跟各位讲 我没有追价 是不是 在这个时间点 7月2号我们就跟各位讲 满船都是人 长荣 阳明 万海号 你要上船吗 回头一看 7月1号的万海天价353 7月6号的长荣 233 甚至阳明 7月7号的234.5 说真的了 怀念了 好 真的怀念这些价格 最重要的 我跟各位讲 很多一路买下来 尤其是长荣 阳明 股价跌五成 很多分析 一路跌下来 跟你讲白浪 白浪滔滔啊 不要怕 是技术性调整 跌五成了 还叫技术性调整吗 国外的分析 跌两成 就叫做什么 空头走势 跌五成呢 已经腰斩了耶 这个还叫做技术性调整吗 走空了啦 这种走空的股票 我宁愿不要去抢短 我们就锁定多头 电池大舰队来做操作 这种一直跟你讲 白浪滔滔不要怕 是技术性的调整啊 我也可以跟你讲 他们一定是从高档一路买下来 现在还在买 下礼拜一反弹了 你看我又今天买在跌停板了 敢讲吗 不敢讲 因为高点买的会员朋友怎么交代 尤其是买在200多块的长荣阳民 300多块的万海 怎么交代 你如果说你只要靠长荣阳民万海 用本身的股价 去把你前面套牢的赚回来 我可以跟你讲 很难 真的很难 不能说不行 是真的很难 换个方式 你把这个股票已经筹码乱了 股票换到电池大舰队 换到真的是中小型的主生股 才有机会 那这个关键重点 还记不记得7月16号 我讲一个秘密 有没有 7月16号 我讲一个秘密 我说4月份以来 还记不记得 你如果不记得了 你去回头看我7月16号的影片 好 7月16号我讲的影片 我说航运股操牌的小秘密 在十日均线 这条绿色的十日均线 你看从4月底开始 从5月底 5月底开始 回到十日线反弹 回到十日线反弹 接近到十日线反弹创高 然后跌破十日线开始 转弱了 转弱之后 反弹到十日线押回 7月16号 反弹到十日线 还记不记得我说的 这个操盘的秘密 就在十日线 从7月16号到今天半个月 我们来检视一下 我们当初跟你讲十日线 后来第二天还是有涨哦 可是收盘 没站上十日线 有没有 你再看一次 7月16号在这里 下一天隔一天 是不是 7月16号的下一天 就是7月19号 开高压回小涨 没站上十日线 今天又是到十日线 压回破季线 7月16号 我们跟各位讲的 不是只有运输类股 一个类股而已哦 个股的部分 还记不记得我讲的 你看阳明 5月底以来 沿着十日线 碰到十日线 从跌破十日线 开高破十日线 然后反弹到十日线 压力 7月16号 我讲的重点 回头看一看 第二天 开高压回 平盘附近 结果 是不是 我们当时讲的 十日线的秘密 第二天还有一个逃命坡 你现在回头看 真的 马老师讲这个秘密啊 第二天就是一个逃命坡 还有开高小涨的机会 阳明 第二天还有开高 回十日线的机会 台华投控 回到十日线 你看他的上扬 沿着十日线 沿着十日线 后来 在七月上旬 跌破十日线之后 反弹到十日线 你看第二天 是不是开个高盘 开个高盘以后就没有高点 今天又是回到十日线 压回 我们讲这些啊 都是已经跟各位讲过半个月的内容 来跟大家追踪 稳贸也是讲了半个月 航运股 应该讲了一个月 高点 有没有 我们从这个高点 阳明 长荣 7月1号 7月2号 7月 这个7月2号 7月6 7月6号左右 这些到7月初的时候 7月6号左右的高点 一半的价格腰斩 很辛苦 我跟各位讲 真的很辛苦 看到这个其实也难过了 说实在的 很多人套在高点 本来是航海王的 现在都变水手了 都在那边拼命的划船划船 替这些航运股 几百亿的股本去抬交 很辛苦 那最重要的重点 你看台花投控也是 反弹上来 7月16号 244块 到今天 183块 有没有 那这个关键重点呢 在今天的9点11分 利多的原物料航运股 拉高就有压力 不要追 还会下探 一再一再一再的提醒大家 为什么不把资金 换到真正主流个股来做操作 我已经讲得非常明白了 早上开盘前 有没有 震荡加大 利多冲高 应该要高出低进 你看 说实在的啦 这些你都印证到了 你有没有避开 你如果还是没避开 那我也没办法 真的 现在唯一的办法是什么 跟着我们去换股 换到中小型的主流个股 类似电池大舰队 那么 今天这个电池大舰队里面 我就跟各位讲 说实在的 现在在整个电池大舰队里面 我们盘中也告诉会员朋友 这个时间点 为什么我们看好的标的 我们会持续建议买进 真的有原因 待会我跟各位讲个小秘密 好不好 那目前你看阳明 来今天另外一个主题重点 除了国朔 现在外资看不好 有没有 外资看到280 结果呢 股价已经跌70块了 反弹 有点是开低反弹 有点要利空出尽的 可是你看昨天 前天 28号的时候 28号的时候 本土法人上调阳明目标价 370 现在跟各位讲法人的观点 如果法人真的看这么好 从前一天的122.5 因为这是盘中时间 我们用前一天的收盘价 前一天阳明122.5 喊到370 可以涨两倍 他为什么只有涨两天 如果真的那么看好 今天不应该跌停 不应该外资卖出 如果连外资今天马上把它打下来 代表外资不认同 那回头一看 是不是利多在拉高出货 可是你看到他出消息的时候 法人往上拉 谁卖给你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观念 这就是我们常常看到 法人在大喊买进 尤其是那种排排站 大喊买进的时候 股价真的在涨 要反过来想 外资投信 法人都在买 类似像阳明好了 散户也在买 那筹码是谁卖出来 我常常教大家一个想法 全市场上大概只有我教你这个观念 你看到外资买 散户买 融资增加的时候 谁在卖 通常就是两只手 一只如果是外资往上买 另外一只呢 谁在卖 很可能是大股东 也就是说 你把一档个股的股价 法人的部分 一个是台面上的法人 外资投信 一个是台面下的黑手 你用大股东的想法去想 你就可以理解 不然你很难交代说 喊三百七 法人大买 拉上去了 散户也大买 那谁把它卖出来的 是不是 阳明如此 最近这几天好明显 喊得很离谱 目标价是前一天股价的两倍 前一天的股价两倍 哇 陈姐说这个桌球铜牌丢了 听到这个消息也难过了 好 我们把新直播先讲完 讲完以后 我再去看重播 那这个关键重点 你看阳明 今天杀到谍听板 谁卖出来 阳明今天外资 也不过只有卖六千张 谁卖出来的 再来 昨天 前天啊 二十八号的时候 外资也三大法人 三个外资上修零八颗 最高目标价 一七四零 一千四 七百四十块 前一天是九百三十八 几乎可以涨八成 为什么外资又是一天买一天卖 一天买一天卖 放消息隔日冲 听得懂吗 这种放消息隔日冲 那可能就不是大股东哦 很可能就是实户 或者是主力 透过媒体的消息 透过外资的假身份 跟你讲利多 结果拉上去 你看到外资好像买 实际上另外一只手 大卖 这个关键重点 九百三十八 看看今天九百一 还倒跌回来 不是看那么好看 一千七百四十块 为什么不去买 再来 昨天 这个昨天 外资喊 这个 星星 两百零五块 昨天有好朋友问我说 老师 那星星怎么看 昨天收盘创高 真的就 股价突破平台整理 同时也是怎么样 三大法人大买 从股价 突破现行整理 又是法人同步大买 你看不出办相 可是我讲一件事情 你把星星的日线图 拿出来看 过去一个月 一红一黑 一红一黑 有多少次 结果真的 昨天 红K 突破高点 今天 黑K 我讲到这里 大概马上就有人想到了 联电 对不对 不要急 再给我一分钟 那 前一天 7月28号 收138 昨天大涨 今天压回来 146 还是有涨了 今天压回来幅度不算大 但是 还是被压回来 146 那最重要的关键重点 来 联电 刚才就有人问我联电 我在盘中解盘的时候 我说 这种技术面 你如果是习惯去抢短的人 今天缺口 55块8 或者是前高 两个月的高点 55块3 色挺损 就这样子 今天的股价 就今天的法人 你看到了 真的大买 外资昨天买 今天买 有没有 外资今天买11万张的联电 我跟各位讲 股价从54块6 喊到102.5 涨88% 他跟别人的差距也差得太离谱了吧 要么就是高盛的团队 非常的优秀 喊的目标价 比别人这种70块 高了很多很多 是不是 有远见 12个月可以涨88% 那如果这样子这么大的一个机会的话 应该赶快去借钱去买啊 高盛你赶快多买一点 不要只买两天 因为就联电的股本这么大 礼拜四买 礼拜五买 礼拜一下礼拜一 要继续不断的买上去 不能下来 他如果一停下来 筹码就松动 因为散户有很多联电 了解吗 看好不要只买两天 今天真的大量盘中啊 差一毛就要涨停板 收盘应该是短线当中压回 外资继续买 可是外资已经连买两天 他能不能连续买第三天 不容易 我可以跟你讲不容易 因为今天晚上还有一个关键 美股 科技股纳斯达克会回档 而且幅度还不小 这个关键重点呢 另外一个主筹 第三个主题 美国的疾管中心疾病防治中心 疾病防治中心 现在认为Delta病毒的变异株 一个人可以传8到9人 超级无敌厉害 一个人可以传8到9人 接种疫苗还是具有传染力 这个现象已经说明了 Delta病毒是新一波 向全新的病毒在扩张 为什么讲这句话 当然是提醒大家嘛 对不对 那为什么要提醒大家 昨天跟各位讲的还记不记得 昨天下午5点钟 有没有 昨天下午5点钟 一天 美国新增人数 13万2000人 我昨天跟各位说 6月5号的时候 美国降到最低啊 一天只剩5000人 那个感觉真的是要 慢慢控制下来了 可是从5000人的低档 慢慢的 1万 2万 3万 4万 6万 8万 到昨天的13万 今天呢 今天下午5点 已经有9万9 9万2千9了 今天大概是9万3千人左右 有这么多的数字 你说他担不担心 当然担心 担心没有用啦 为什么没有用 美国 疫苗多到用不完 过期扔掉 有一半的人口 甚至有一些州啊 打到这个 吃打率直到36% 就不打了 拒绝 不打就是不打 所以呢 疫苗多到到期了 用不完就被扔掉 你说多可惜 这个现象 对一些观点 我们没有办法去做完全的说明 但是一件事情 美国啊 进半人口拒绝接种疫苗 也告诉你 美国至少还有一亿多人 我的看法上应该是不用那么多了 因为他现在他的说法是53人还没有 53%是完全接种了 应该是超过六成以上都已经有接种一季了 应该是有很多人还不愿意接种 那会不会扩大 当然会 这个现象 来 英国又开始起来了 又确诊开始反弹 3.1万 再来呢 昨天跟各位讲 马来西亚 7月28号 1万7 有没有 7月28号 1万7 泰国呢 1万6 现在马来西亚 封城要保医疗的能量 马来西亚 从30号决定要封城了 这个是对的 不要说只是为了经济 人民的生命才是最重要 经济可以拼回来 最主要一定要先把疫情控制住 不要让人员走了 人员走了什么都没有了 了解吗 这个关键重点 你看一看 泰国 泰国在昨天是多少 1万6 今天的泰国到1万7 7月29号了 昨天7月29号 1万6到1万7 再来你看越南 越南28号是6500 6500哦 7月29号 从6500增加到多少 9700 吓死人 真的 越南快要破1万 越南 当初在4月份之前 我的印象里面 越南跟台湾是同等级的 防疫都做得很好的 可是这个时间点 你看6月份以后 6月份以后 越南急速的极限喷出 越南 泰国 马来西亚 东南亚 非常严重 那你反过来要想一件事情 东南亚有设厂的纺织厂 电子厂 要小心 不是我们的疫情 是东南亚的疫情 你看到 泰国 马来西亚 越南 这种高角度 越南 我们再往前看 你看泰国 直接是从5月份以后 一路喷出去 然后再往前看 泰国 然后马来西亚 这几个东南亚国家 有在马来西亚 泰国跟越南设厂的 要小心 第三季营收很烂 这个部分我点到就好了 说太多没有用 越南 有没有 到昨天 9,765人 注意 日本 昨天公布出来的数字 是9,576例 今天公布出来 有没有 今天公布出来 7月29号的新增人数 10699 一天破万人 日本一天已经破万了 我之前的印象里面 从2,000 3,000就已经很多了 现在 东京奥运 造成日本一天破万人 严不严重 非常严重 这个现象 印尼又开始增加了 印尼呢 印度哦 印度增加到三周来的新高 4,000人 这个疫情 不是随时恶化 是东南亚 美国 甚至包含英国 都在持续的恶化 我把这些数字 给你看 我把它 各地的地方 重点整理 你看我的影片 不清楚的地方 很简单 等我直播完以后呢 你在周六周日 随时都可以往前 把那个游标 播放件的游标呢 往前拉 就可以不断地重复去看 我讲的重点 那这些数字 不断地增加之下 缅甸还记不记得 缅甸军政府政变 缅甸军政府政变呢 英国市井 两周内 可能半数人口会染疫 现在 还在战争中 这种情况之下 告诉大家 东南亚的缅甸 可能半数人口 它不是新加坡的 这种小人数 缅甸的人口 5400万 是我们台湾的一倍 有没有 5400万 如果半数人口染疫 是我们台湾人数 这么多人染疫 这个地方是真的蛮严重的 更重要的是 你看到大陆的部分呢 这些数字都不会爆出来了 Delta病毒 肆虐南京 扩及15个省 有一句话特别注意 有一句话 不是说疫苗无法根除 而是说其中确诊者大都已经接种了几种疫苗 还是确诊 了解吗 接种好几种疫苗的 还是确诊 这现在告诉大家 台湾现在 21个人算是真的很少了 但是大家不能松懈 口罩 消毒 防疫 还是要做好 这些防疫的动作 才能够保住这个属于死亡人数不要再增加了 那么这个现象里面呢 台湾现在已经有将近70万人愿意打高端 一个关键的原因 什么重点 一个关键的原因 就是 高端疫苗 它本身 次蛋白这个疫苗呢 它本身的那种副作用会比较小 它的佐剂是用的比较好的佐剂 所以它的费用也比较贵 这个现象还差一个保护力 它的保护力如果能够再公布出来 不要等到第四季啊 如果有真的这些数字的时候 赶快公布出来呢 可以锁定这种机会点 了解吗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现在又出现一个莫德纳供应处问题了 如果海外的莫德纳出货会出现问题 怎么办 如果莫德纳的供应又出问题的话 是不是只能靠高端 那回过头来 我们昨天跟各位讲的 大盘十天跌了1140点 反弹 有没有 到今天为止 三天时间涨了535点 这种反弹是盘跌下来 然后急弹 收盘呢 跌155点 也就是告诉大家 这种盘跌急弹已经转入的现象 不要用追加的方式 今天没有站回时日线 有没有 时日线下压 没有站回时日线 又再压回 那最重要的关键 一个重点 在尾盘的时候 我们告诉会员说 为什么台股跌 美国纳斯达克跌1.2% 港股跌2.1% 日股跌1.5% 有没有 那么这个现象里面 告诉大家说 在盘式的架构里面呢 很明显的 今天搜周线 周线连两黑K线 是不是我跟各位讲的 周线连两黑K线 周KT指标向下 全止股要避开 我们都没有 下周会轮中小型股接棒 结果一点钟以后呢 杀指数股 真的杀指数股 了解吗 相对的电池大舰队 来今天再透露一个重点 给大家听 不讲你不知道 讲了以后呢 你真的 马老师在做股票 真的很用心 那这个时间点呢 你看 拜登传向车商喊话后 希望2030年 电动车的比例 可以提升到40% 现在全球的比例 5% 占车市的比例 5% 5%到40% 有多大的成长空间 7倍 是现在 去年销售量的 7倍 那今年上半年 美国成长了一倍 多吗 不多 还有更大的空间 我们后面的成长力 会比较弱 前面这两年 会非常的强 尤其是这两年 一个是电动车 哎 马老师 你讲的小秘密 就是这个吗 不是啦 这个时间点 你看宁德时代 宁德时代 昨天大涨6% 有没有 大涨6%涨上来 宁德时代 推出 纳电池 新的电池材料 叫做纳电池 充电15分钟 可以达8成 这个很方便 怎么说呢 你如果说 你开车到高雄 台北到高雄 你中间在清水休息站 在台中休息一下 去喝个咖啡 上个厕所 15分钟 充个电 就可以达到8成的话呢 那将来 休息站每个点 停车场 就设一个充电站 15分钟 喝个水 喝杯咖啡 这个马上 就可以冲到8成 是不是 非常方便 这个电池的续电容量 续航力 如果能够提升上来 还有一个重点 不是只有提升而已 成本 这个成本 如果降的话 更棒 那个普及速度 不用到2030年 你如果电池 可以做出来 这种很快的充电 我可以跟你讲 时间上可以提前2到3年 甚至到5年 但是不知道这个电池 什么时候出来 电池如果可以更早出来 更快的话 电动车的市场更大 那回到今天的一个小秘密 你知道是什么重点吗 来 今天宁德时代 小跌1.1% 1.15% 宁德时代 今天是小跌1.15% 可是你知道吗 今天的盘中 5802.2% 盘中 5802.2% 盘中 再创新天价 定池股 是不是主轴趋势 今天当然了 亚洲股市 受到整个美国科技股的压回 确实是比较弱 这两天 一个是莫德纳 创新高 Delta病毒持续扩大 甚至我跟各位讲 就算是 不要讲Delta病毒 就算是秋冬 还会有一波疫情的时候 现在我们所打的所有疫苗 它不是消灭病毒 它是产生抵抗力 去抵抗病毒 它不能完全把病毒消灭掉 防疫股相对又是在低档 你要去杀低吗 叫你买 你现在不敢买了 刚才也看到说 尾盘也是跟着大盘做压低 基本上你仔细想 在盘势上 这个震荡动荡的时代里面 指数股不要碰 再来 疫情持续有在扩大 台湾是很安全 但是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周末还是尽量在家里 少去人多的地方 防疫动作口罩一定要做 那再来就是电池 电池的宁德时代 今天盘中继续创下新天价 我跟你讲的不是说什么 这个今天的特斯拉 有没有 今天早上特斯拉涨4.69% 特斯拉要涨到900多 还很远 现在反而是电池的宁德时代 创新天价 台湾这些电池股 你说有没有机会 尤其是有技术的 这些有技术的 讲白一点没有几家 那刚才有好朋友问我说 老师 光辉有问到说 那碩盒怎么看 我们先讲一个重点 就是这些电池股 你现在它的东西还在研发阶段 还没有量产的时候 你看不到营收 看不到营收 看不到获利 甚至很可能因为 新的研发还在做 它的成本投入 还在增加的时候 获利不怎么样 但是重点 谁是鸿海电池大舰队的核心关键 这是重点 第二个重点 这个电池核心关键是硕核 大家知道 还有一个是熔炭 熔炭是新贵股票 我不建议你去买 但是在这一个架构里面 我们今天盘中跟会员朋友讲 我们要掌握的 就是从股权的投资观点去思考 而不是说 每天股票涨停板了 老师要不要追涨停 今天航运股跌停板了 老师要不要杀跌停 那不是我的时代 我的时代是反过来的 大涨的时候就像高端 我会出 大跌的时候我敢买 你看到了扣讯 刚好了跟我反过来了 这是常态 了解吗 那这个时间点 宁德时代 小秘密在告诉你一声 今天的盘中 创天价 收盘跌 跌1.15% 你看不出来 媒体大概也不会讲 但是电池股 不是特斯拉 特斯拉要涨到900 创新高啊 有点难 这个时间不会 但是宁德时代呢 今天又在创天价 这个礼拜有两档 产业的代表股创天价 一个是莫德纳 疫苗股 再来电池股的宁德时代 会员朋友 我是不是掌握这个趋势 跟大家分享 跟大家掌握呢 要掌握这个电池时代的 电池大舰队啊 欢迎好朋友 跟着我们一起来做一个 掌握的动作 这个时间点 这个礼拜降级了 疫情降到二级 但是不要忽略了 还是要把握防疫的动作 那么188的方案 欢迎好朋友 跟上我们的行列 080 037 0888 不记得的话 都可以拨打 我们的公司代表号 02 2578 3777 好 02 2578 3777 好 很快我们看一下 好朋友询问的个股部分 来 你现在看到这个 欧洲股市 频繁附近震荡 没什么事 最主要是今天晚上的科技股 好 今天晚上的科技股 美国的纳斯达克里面 最主要的重点是什么 美国科技股 最主要的重点 是亚马逊 再来就是电池相关的股票 有没有机会 好 这点特别注意一下 好 那我们很快看一下 好朋友询问的部分 来 好 大家晚安 退出晚安 那2351的顺德如何看 我把图放过来 你看一下 把这个图形放出来 你就明显 破月线 他这一次呢 守月线 破月线 反弹这两天都没站上月线 月线的压力点 145.1 没站上 拉回 我再讲一次 月线145.1 站上 可以续报 没站上 拉回 那你该怎么做 我会建议先避开 筹码面 投信 法人 在7月份 你这样子看 看不出来 我把它放成单月 你看 7月份的单月份 外资 投信 自营商全部拉高 站在卖方 总共卖了3800张 我跟各位讲说 在7月份 大家最关心的 从7月初 我们就请你们避开的航运股 这个月结算了 这个月结算了 外资 投信 自营商 三大法人 卖了226900张的长荣 卖了183000张的阳明 甚至2615的万海 经过今天的大卖 这个月也卖了21000张 K线 都把上个月的红K 吃掉一半 弱势 不要抢 这些内容 我们已经讲过了 我们就不再重复 来我们讲快一点 那连电报大量 跳空上去 我刚讲过 你要强短 我在直播的 这个新闻台连线的时候 我就讲说 他从50块2到55块3 这个相形整理了两个月 你要强短 55块3色停损 可以55块8 或者是55块3 有没有 今天的低点 55块8到55块3 这个缺口 不可以回补 不要像 星星 3037的星星 昨天外资大买 今天外资大卖 隔日冲 又在骗散户了 最坏的地方 他们还透过媒体 掌握放消息 跟你讲 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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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利到2023年 多好 然后呢 订单到多少 多少 讲得这么好 那外资今天为什么大卖 那不是又在坑杀散户了吗 这个现象 就像我刚刚所说的3105的文贸 我们是在7月16号这个地方 我们是在7月16号这个地方提醒大家 大陆的猪价大跌 大陆让养猪双雄啊 大赔 文贸养猪去了 结果呢 这一段跌了70块半 今天出利空反而只稳 因为前面已经跌70块了 但是你要强短 就是射停损 331.5 好 这点特别注意 那再来2338的光照呢 光照的股价走势 这几天都是在5日线下 这个走法有点弱 我建议5日线 101.5没站上先退 101.5站上才可以续报 了解吗 好 陈杰晚安 周末愉快 那现在来讲的话 就是小慧也问到2637的 这个慧阳KY 慧阳KY 有没有注意到 他今天的这个2637 2637慧阳KY 今天的黑K 把昨天的红K吃掉 注意一个点位 我们跟各位讲说 这一波的航运股 很多是在走10日线 这一波的慧阳 昨天站上10日线 那今天又跌破 10日线在79块9 没站上盘跌 慧阳KY 它是散装航运 获利上不像货柜航运 获利这么好 接下来就会变成筹码面 短线就用10日均线 79块9 当做多空的分水里 好 那再来 目前盘式上来讲 适合适合去做多吗 不是说适不适合做多 你如果要做电池概念股 我建议你就跟着我们做 真的 因为这个时间点 我为什么会评估 这大概10档左右的电池股 我会选择其中 三档 昨天又买回来一档 总共三档股票 我们在做操作 真的是有比较 有做功课 你要做电池股 可以拨打 我们的荧幕中央 公司的代表号 022578 3777 那再来 那霹雳火的部分 看到这些大盘跌 相对强势了 不要那么没有耐心 如果说你持股没有耐心的话 我会建议你 其实我们在 推荐一档个股的时候 投资朋友 你对这档个股 如果没有信心 很简单 就把它卖掉 换掉 换到你觉得说 有认同有信心的地方 不要说好像我马老师 在替主力抬轿出货 一定叫你说不准卖 不准卖 没有必要 我也不是单压一档股票 个股的部分 你如果对这档个股 觉得没有信心 你就把它换掉 不然你每天这样子 很担心 提心吊胆的 我都替你难过 那你干脆就把它换掉好了 或者把它卖掉都好 好不好 因为我不希望说 做股票 就像我们一样 我们是很认真 很用心的在分析的时候 希望大家都能够赚到钱 掌握到趋势 就算是好朋友们 你没有我知道的 知道我做哪几档的 电池概念股 但是基本上 航运股 避开了 大盘指数 今天下跌也避开了 你可以避开很多的风险 甚至掌握机会 对不对 这些观念跟方法 你一定要掌握到 如果说你对持股 没有信心 我把这些利多跟你讲的 你也没有信心 那你就把它卖掉 好不好 这个部分我就不要再重复 那再来 5426的台半呢 台半来讲 二级起的部分 五三二六吧 5325啦 台半是5325 我看一下 5425 忘记了 5425 5425 台半 台半短线上 应该是跌升 从105块跌下来 跌升反弹 今天的收盘点位 有站上5日线 基本上 要买还是拉回板 短线上这个低点 71块9 有没有 我把它标出来 短线的支撑点在这里 我会建议 这些短线的这些 属于车用二级体 不要追价 毕竟它前面已经涨了一大段 涨了一大段以后呢 压回要接是低接 但是你低接就设一个停损点 71块9 那再来 目前盘式上来讲 我看看 那昨天陈姐也知道说 货柜三雄啊 就是涨一天 今天就打下来又跌停了 那再来就是 金融有问到说 5272的升科买点到了吗 这个部分我建议啦 你去问哪一档各股的买点 你说实在的 低档拉上来 已经低档拉升了三天 这个买点是在礼拜三啊 不是今天吧 你看股价 我们不要说事后讲 你看股价也知道说 跌下来的买点 是在季线这个位置 有没有 季线这个位置是买点 不是说今天涨两千上来了 买点到了吗 买点已经过两天了 这个都是事后化 很多个股的操作 我们不是说一定可以 预告说可以到最低点 但是从每天的行情观察里面 我们是带会员尽量去掌握 高点低点的来回做价差 那再来 目前在6237的滑汛成本 怎么看 滑汛的股价走势 你看最近这一个月 7月份结束了 之前我画一个仅限 137.5 现在呢 有点在守137.5 是不是跟着很像 昨天外资大买 今天外资大卖 又在做隔日冲 这种筹码面不安定 我会建议你先出 月线147 147站上才可以续报 如果月线没站上 盘跌 我的看法会变盘跌的走势 那2441的超风短线操作 适合进场吗 这种短线操作来讲 说真的 封测族群的股性 不是这么强 了解吗 封测是有获利 而且算是稳定获利 最近都在炒封测族群 基本上 你如果说你真的去想强短 我不能说它不会涨 它的K线上是还有机会 但是你说它要继续往上冲 我没把握 如果我有把握 我会带会员去做操作 那你看到推荐从6月份以来 是谁在买 超风式投信 这个密集买盘 应该是类似0050 0056那种大的买盘 连续大买 买完以后把它推升上来 我是不建议用追价了 你要做短线 就5日线92块 射停准射停力 那6213的连帽 后续怎么看 6213的连帽股价走势 应该是盘跌 10日线的压力点 140.2 站上才能够转强 那顶元第二还是整理 不是弱势 是大盘都回挡 了解吗 大盘在7月份 从高点拉回 1140点 高点拉回来 尤其是7月份 外资卖了多少 1220亿 三大法人卖了1572亿 这个时间点 给他一点时间去做整理 相对资金也在做一个转换 那再来 目前在盘事上 我时间上来讲 我们可能就挑一些来讲 可能就没有办法全部再讲完 顺德我已经讲过了 那打疫苗 说实在的 高端来讲的话 高端疫苗 还有打第二剂 四个礼拜就OK 高端疫苗还没有开打了 高端疫苗等八月份 那在盘事上的走法里面 我们看看2340的光磊 因为时间已经晚了 我们先跳几个来讲 那2340的光磊 你看今天股价压回 股价今天是回到月均线 31.9 基本上从37.65跌下来呢 转弱 这种现象 现在变成说 他要转强 你看我把图放大给你看 有没有 月均线支撑点是碰到反弹 接下来是刚好黏在月均线 之前的走法是十日均线 十日均线跌破之后 就开始转弱 如果接下来下礼拜 光磊不能站回十日均线33.1 盘跌 33.1盘跌 了解吗 不要去抢 这个股价走势呢 还没有真正的去做一个转弱的动作 好 这个部分要特别注意一下 那目前来讲 今天晚安 我们很快一下看一下 那FB好朋友询问的部分 那指挥有问到说 6443的晶圆呢 6443的晶圆 说实在的 你看他盘多久了 两个月 没动 因为现在的很多股票 大家的重点都还是资金在哪里 长荣 资金真的都还是在长荣 你看看成交量 今天774,000张 这么大的大量 股价呢 在盘跌 今天的价格 还记不记得我之前讲这个数字 这个价位点 6月16号 长荣 101.3万张的天量 当时的最低点 132 今天收盘就是132 132的位置 也是季线 134.7跌破 这告诉大家什么 如果这个大量跌破的重心 没站上132 下礼拜 筹码会很乱 不过下礼拜 还有一个利多 今天上海集装箱的一个运价指数 还在涨 还有利多 可以让它再开高 可是开高以后 我刚刚说过的 航运类股啊 没有占回十日线的话 若是 记得我讲的这条均线 十日均线 长荣有站上 你看阳明 十日线 跌破之后压力 没有来十日线 万海呢 万海是有站上十日线 它是回到越均线之上 可是这一次没到越均线 了解吗 那2636的台华投控最标准 沿着十日均线上去 有没有 碰到十日线 创高 碰到十日线 反弹 然后破了十日线以后 跌升反弹压力 压力 台华是最标准 这个现象告诉大家 这个时间点的操作啊 不要急 好航运股 我们说过 它筹码已经乱掉了 不要去碰 那3323的加百域呢 今天的股价又压下来 可惜了 外资连两天卖超 它也算是跌升 可是没有反弹 现在的支撑点在46.9 不可以跌破 如果跌破的话 再来不是这边的支撑哦 再来就是变成这个五月份的低点 要特别注意 加百域的部分 年限46.9 不可以做跌破的动作 好 那王大哥晚安 新城晚安 那我们把这些重点分享给大家 最主要你看到现在的股市 欧洲股市小跌 这个还不是主轴 主要的看法要看 美国纳斯达克 今天晚上 我刚跟各位讲过 在这个时间点 美国的稻穷 有没有 中美贸易战的第34个月 甚至纳斯达克 也是第34个月 最大的关键 排股在这个月份 你仔细看 排股这个月份跌了508点 真的不好做 这个月份涨跌涨跌 四个月 最近这四个月涨跌涨跌 也可以说是17,000 18,000 横盘了四个月 那接下来 我还是跟各位讲说 你看到指数 我刚说明过 大盘连续两天黑K线 两周黑K线 KD指标往下 对照排肌电 不但KD指标往下 甚至K值破50要转空 如果你看月线的结构 有没有注意到 今天的收盘价580 1234567 月线的结构 台积电收盘 创今年新低 全市场大概没有人会给你提这些 我把这个数字标出来好了 下次我们再去追踪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得到 有没有 这个580块 580块 今天的收盘 创了今年新低 指数股避开 接下来他轮动的方式 或者是掩护这个指数股 撤退的方式 会用中小型个股来拉抬 那中小型个股呢 因为马上8月14号 要公布第二季的财报 公布第二季的财报呢 如果说他的营收获利不怎么样的 也会压回 不是随便每一档个股都会涨哦 要选择有利多 真的是有业绩基本面的个股来做操作 那这个机会点 188的方案 想跟上的好朋友 可以拨打0800370888 也祝大家周末愉快 记得哦 周末时间 待会我也会替中华队来加油一下 把握这个机会 也祝大家周末愉快 请不吝点赞